是屬於台灣的 當選總統後還沒就職前 蔡總統曾經直白表態 釣魚台是屬於中華民國 不過日本產經新聞 4月2號頭版頭條報導 我國調查傳2016年 沒有日本同意進入釣魚島 8次是歷年最多 讓釣魚島主權爭議 再度浮出檯面 我如果蔡英文政府 你既然覺得 你跟日本的關係非常要好 那你就應該距離力爭 你如果推浪的話 那台灣人就會瞧不起你 藍英質疑蔡政府 保不住釣魚台 外交部趕緊澄清 台日經濟海域重疊嚴重 雙方化解立場不同 但我方調查傳有權 在經濟海域內 從事海洋科學調查活動 希望未來台日雙方都可以接受 但我國的期待 卻不被日本認真看待 蔡政府上來之後 一直強調去親日 然後去抗中 那請問一下說 蔡政府對於目前 所謂的跟日本友好 但是我們卻 其實在釣魚台 部居之前 還是沒有辦法 能夠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對待 那蔡政府的外交 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台日關係在民進黨政府 上台之後 雖然持續加溫 日本總務副大臣 3月25號也採訪問台灣 但試涉國家主權 日方拒絕退讓 台灣再拿不出辦法 釣魚台恐怕就真的拱手讓人 蔡總統這句話可得堅持到底 《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記者郭先生 曹文生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好